第三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强制的Render 就是说我们还退回到刚才那例子 我们再先添一 005.html 好 这个例子有点复杂 这个其实应该考上面 考CMP的 对 考X Ctrl A Ctrl C Ctrl V 好 刚才来讲呢 把这个写的比较多 我刚才有一个记得D4A的版本吧 把这个版本拿出来 好 把其他这些都去掉 D4A嘛 这就是A嘛 就是没有State这么一个东西了 然后呢 FN里面简单粗暴 就是D4.A++ 对吧 这个也没问题 然后D4.A++呢 然后底下把这个拿掉 我们要看一下它值变完是什么样 好 这底下呢是渲染了 告诉你渲染了 这显示是D4A 然后呢 这个去掉 这个没有用 这个没有用 然后 Input Bound Destoy 然后这个呢 Object 这个不需要 然后这个地方呢 只有一个A等于5就够了 然后这是杠 后边这个都不需要 好吧 这是刚才我们看到最原始的一个版本 就是说 连A都不需要 对 连A都不需要 因为我是自己自己自足产生的这个什么嘛 我这是自己产生一个DC嘛 那么OK 我们看 把它关掉 这就是刚才看到那个形象 对吧 就是你怎么动它 它都不好使 但是我们把这儿拉出来 给大家看一眼 看法证据 你这儿呢 其实来讲 你看它不会渲染 这是刚才我们例子里举的 虽然这个数字在增加 那好 我们有没有办法 就是强制它 让它去渲染 有办法 就是D4点 什么 有一个叫False update F-O-R-C-E 这个英文好一点的话 这就是强制 这个比如说 比如说你看抖音里边 那个某个这个 拍那个警察 那个什么 说我要对你采取强势措施 这个就是 用的那个词 就是人干False 你就直接掉False update 也就是在这里 你甭管什么 你就给我去重画 我就要求你这个时间点给我重画 你即使没有要重画的 你也给我画一遍 是这样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看了吗 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东西呢 我提示大家 这个False update 不到万不得已 别乱用 为什么呢 因为其他这些东西啊 就是你要想 它为什么在一个东西变化以后 它不像View一样 它自动化的把这个东西给让 拿过去让你能用 它为什么不这么干 你像react 好歹也是Facebook的工程师团队啊 是吧 我们当然来讲 可能大家觉得是谷歌的这个团队是最厉害的 是吧 那个微软的也不弱 Facebook 大家觉得 可能跟跟谷歌比 那个也许这个逊色一点 跟微软 因为我是微软的 我不好说 它哪个好一点 但至少它也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技术公司啊 这个那么这么强大的一个技术公司 那么你说它为什么要把它实现成这个样 其实来讲 就是如果它其实可以每次都让你去Faceupdate 你如果每次都Faceupdate的话 后面导致的结果就是它的效率会降低 就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来讲 那么就是它不做Faceupdate的原因 Faceupdate 但是它又给你了 有的时候你总得给你一个接口 让你能去调Faceupdate 就像刚才这种情况 对吧 但是这种写法 如果你就是因为这个这么写法的话 这个写法有点丑陋 就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你可以先用Faceupdate 让它先能用了 然后回去的话 你慢慢的再把Faceupdate去掉 就是这个东西能不用就不用 因为它对于效率的下降 对于很多很多的 就是内容的这个东西 有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这是我给大家在这提的一个想 OK